London King's Cross 哈囉大家今天要帶大家從倫敦坐火車到愛丁堡 現在在的地方就是London King's Cross 也稱為國王十字車站哈利波特拍攝場景 九又四分之三月台就是在這裡拍攝的 從倫敦到愛丁堡總共有三種交通方式 第一個是飛機再來是火車還有巴士 我這次呢是搭乘Virgin Chan 但是呢我的火車故障 所以我要跟下一班的人一起共乘 天啊 車程大概是四個小時左右 有分頭等艙跟一般艙 我是選擇頭等艙因為有附早餐 座位空間跟舒適度還有附早餐 又有桌子這一點真的讓我非常喜歡 所以呢如果你想要去 有多出的預算 我就會建議大家躲登場 因為畢竟是要做四個小時的火車 四個多小時的車程終於到愛丁堡了 也謝謝一路上幫我抬過行李箱的無數陌生人們 謝謝你們 真的 每年夏天一整個八月都會是愛丁堡均月節 來自世界各地的藝術表演團體都會聚集於齒 這是我兩天逛下來最最最喜歡的一段表演了 這個小男孩呢他是臨時就突然闖進來的 但這個表演者呢他就是運用了這個小孩 讓整場表演變得非常有趣非常好笑 非常好笑 真的非常佩服這一個表演者他的臨場反應 小孩子完全呈現一個失控的狀態 他還能夠handle住全場 讓大家的目光都捨不得離開他們 但他最後也選擇放棄 讓小孩子獨稱大良一人作秀 完全就是光頭的金凱瑞 均月節創立於1950年 今年2020剛好是滿70週年 但因為疫情的關係 今年的活動已經取消了 不過沒關係 如果你喜歡看藝術表演的話 台灣也是很多藝術表演可以看的 不然就是2021年再來一趟愛丁堡吧 現在所在的位置是愛丁堡城堡是世界十大城堡之一 愛丁堡可以說是英國人的B屬天堂 這邊的夏天氣溫呢也不會超過25度 非常的涼爽舒適一人的天氣 好想念躺在草皮上打盾的感覺啊 愛丁堡有兩座登頂後可以看到完整成城的山 第一個是卡爾頓山也是我現在所在的位置 對面呢就是第二座山啦 亞瑟王座 卡爾頓山只需要跑5分鐘即可登頂 登頂後就會看到國家紀念碑 這是為了要紀念抵抗拿破崙 而暫時在戰場上的士兵所建造 再來會看到道格爾史獨华紀念庭 這是為了紀念這一位蘇格蘭的哲學家所建造 天氣真的非常的舒服 再來要帶大家爬亞瑟王座囉 也就是後面這一座山 這裡的蒲公音滿街到處都是 而且是那種很大朵很夢幻的蒲公音 順帶一提 安海社會主演的電影one day 也是在愛丁堡拍攝的喔 非常值得看的電影 沒看必哭啊 雅瑟王座呢也是河黎路德公園裡面的一座山峰 高186公尺 是火山爆發而形成的一座山 山的地貌都是玄武岩峭壁 所以爬的時候要小心喔 不要踩空了 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們沒能登頂 但爬到一定高度之後 就把整個城鎮的美盡收眼底 別人是撞山,我是撞花 接著帶大家來到北海 這天呢從城鎮走了8公里左右 來到了北海 往對面看過去就是挪威喔 不知道是誰畫的海鷗 我自己覺得那個是海鷗啊 那天的雲很低 海很平靜 整個人都非常的放鬆 淡風大到我無話可說 有人跟我一樣嗎 看到狗就是想拍 明明不是自己家的狗 還是想拍 拍到手機都已經沒有容量 都是別人家的狗 今天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的觀看 掰掰